好的不好意思刚才这个声音有点问题 我们8点20的时候我们会展开一场有意思的辩论 那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先说一下 这个欧阳他发了一个说明 天使服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觉得我不太认可他说的东西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分析一下 他们是觉得这个天使服有点崩坏了 但是也没有办法 事到如今我也不愿意走到现在这一步 我也不愿意花钱请小哥过来 对吧我要多一份支出 而且我把里面的人也做不好了 这个机械我们待会分析 但是我就想说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还没有看完等等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外转 今天外转结束了 来我们现在来揍一下这波老六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地狱 我们在小哥的帮助之下 已经推到了排名第三天使服 第三超过了这个脖子哥 也超过了这个大胸 如果他再冲上来的话 我们再试试看能不能再打过他 这个东西不值馒头 真口气我们就是要比他高那么几关 就可以了多的也不需要 实际上前面这个同位浩佳兵妹 他们是浩佳是真的厉害 但是他也是换了这个推图的阵容 你看他是这种明显推图的 那我们是非推图阵容当中的第一名 是这样子 勇夺天使服 地狱榜第一 这个可以传出去了 浩佳可以打过 他推图的拿什么好打吗 来我们先揍一下脖子哥 这真的挑回来了吗 好现在是打架的这个魂环 来还得是龙哥对吧 各位如果想要这个什么采维以上的 至少是采维想要推图 找一下这个小龙 推不了多少 也就是能推个3000多关 反正可以试试看 但是也是要有一些资源 比如说你有这个闪和 能够做一下闪置换才可以的 兵戈利亚第二名800多关 是的是的 这看一下 我们就打两次 这已经输了 我这个已经嘎了 这个也嘎了 我这个海神就要嘎了 我能打掉他一角色 不错了不错了 可以了 然后这个还复活了 黄金龙复活了 然后再试一次 叫小龙好的 OK 我发现这个人到 这个时候 我就感觉我到中年了 你知道吗 我刚才笑的时候 这个眼睛这里 这个皱纹 太明显了 像小龙他就不会有这些烦恼 然后我今天看那个罗永浩 罗永浩是和罗翔 还有个谁 还有个凡灯 他们三个人 给那个沃尔沃的汽车 做了一个广告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罗永浩的公众号 他是发了这么一条 这个视频 然后我看他们笑 那中年男人 40多岁50岁 看 然后这个眼角纹 笑起来 太明显了 但是人家就看起来很成熟 我的天 我的海神怎么就这 不行 这次连他这个都打不死了 太菜了 怎么 差别那么大 就是因为海神输出比我高 唉 我们如果现在有 有10个白百年红环的话 应该是和他能有个 37开或者46开 但是现在没有 就是差了很多 但是我的海神速度好像不低 难道是我的牛不能扛吗 现在我的牛是有一个天地龙 差一点 我的天 他牛有5个白百年 他海神只有3个 我靠 我靠 牛搞5个白百年有啥作用啊 虚战高 虚战高是吧 这有道理 他的这个12年红环也没有满 看这碟都有5个 我的碟只有1个 你看这个对比之后高下力剑 他这个都有两个白百年 我的天哪 我这个不绝还不是白百年 太菜了吧 红衣 魂灵可以卡Pug 什么鬼 来我们先抽吧 现在8点12再过几分钟 和大家说 这个事情啊 我们东盟就有30多个 现在是34个 挺好的 他们密销格50个 满满的 慢慢去揍啊 把他们这么打散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老虎不是牛 好了好了 来现在来抽我们的 魂灵 主蜘蛛确实不太能搞 所以我们现在有点废 不过问题不大了 来抽起来 抽了一个暴远 暴击猪仔啊 大眼 魂灵也要换是吧 这个魂灵没有换 怪不得刚才没有打过这个脖子哥呢 因为推图是主要靠这个蜘蛛 去推图的 海神追不了 所以这个刚才 一个一个要换的话 这个需要全部下才能上 现在来上城买一买 哎呀 忘记去打boss了呀 各位 哎呀 这怎么忘记了 生命都让人家拿了一个了 这什么 暴光先灵 还行 是我们 不是他们工会的 敌神这个需要我揍一下 好好指导指导 对吧 两分钟去生命 然后这个领域 升一下 今天没先做过这个伯格 明天再来 现在我们打伯格 差不多是19开 对吧 10%的胜率 能打赢也不错了 好 荣誉买光 我之前有段时间 这个荣誉我都只买了前面的一个 我觉得我荣誉已经差不多够了 结果 后面发现是我想多了 进入到了排行榜第三了 待会我们打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吃一个这个特训 哎呀 今天就是我们等级没有升到99的好处 再来个四季就好打了 对的对的 今天早上呢 我花150收到一个超级陀螺 是我粉丝爆的一个 特别爽 香的压皮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里呢 说一下现在的一个事情啊 今天 这个欧阳大大他发了一个 像是微博一样的东西 就发了一个博文吧 实实说话 天使一曲线状 怎么样最后把这个锅甩到我头上的 挺狠的 那我也会甩出我自己的一些东西 和他一点点说 这个东西呢 到时候我会做一个短视频 发出来 也希望大家能够两边 兼听责民 不要只听一边的这个声音 好吧 说实话 我本人从来不会去带节奏 也不会趁谁热度 这个没有关系 我希望我的粉丝 天使一曲的粉丝 能够和他保持一致 不要去口害 更不要带节奏去骂人 对吧 带节奏骂人 被我拉到黑名单 天天在那儿教育呢 都不敢来神界了 身为大兄的调好主播 一路走来 一直想要和平 多次找老板经理说过一些事 这个其实后面游戏没有关系 游戏就是游戏的事情 老板经理呢 他们能够协调一些东西 但是有些东西 游戏里的一些东西呢 顺其自然发展 有时候他们也控制不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我玩过很多服 见证了很多事情 想要同区和平为主 并且大佬打架 互相打架 受伤的肯定是平民玩家 是的 确实是这么回事 首先我并没有去带节奏 也没有公开去嘲讽妄图 这点没有可以黑的 这个我不认识 我其实不认识这个欧阳 胸哥和妄图积怨已深 从开始打打架 到现在不可收拾 不死不休 你来我往 我来了 他没有来 中午都不来 让我一个人在这孤苦伶仃的 特别惨 终于来了 不错不错 我们34秒 准备去 他说 很多事情需要理性看待 不应该骂人 侮辱人 对 这个我非常同意 大家支持谁 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 打游戏打打架也正常 但是罪不如死 打得太狠了 牵扯的小玩家 评判家 每个boss都打 就是很过分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很过分的去打 我们可以在这儿 简单的说一下 那事情的起因 其实是大兄收了号之后 收了大兄的号 自从收了大兄的号之后 当时我们本区的第一工会 其实是天使服最强 这个工会呢 等一下 先等大兄打我 他打不过我的 我这个公司都吃了的 希望他们家人杀了 当着他的面 把他家人都杀了 这尤其是他们家的 地形也是他们家的 怎么都走的呀 就这 点一下真一看有没有公司 有个战力下面 战力下面 公司 什么鬼 然后真一下面 那个真一 这个 有 我知道 这不 这飘燕他这里 加了150的加成 我这打不过 没关系 重新再打180了 我再加了80 先把这个飘燕给宰了 然后再把这个大兄给宰了 对啊 大兄没有次数了呀 他没有次数你来干嘛 这个运轻没有办法了 我打不着 刚才是被这个红尘给锁了 好 现在晚上 可以有人打架 就非常的棒 我非常的喜欢啊 这就是有意思了嘛 我们至少还要再打到 8月 9月15 每天不6小时 这样子 这个霸王龙是哪个 这个炎巧瑞是他们工会的 给宰了 大兄发起歇缩 给宰了 然后呢 我承认每个boss都打都很过分 我这也不过多去说 为什么是有这个积怨 现在还不需要去说 但是大兄这个东西呢 嗯 我认为嘴太臭了 哎呀 看到我自己想了很多问题 我自己心里骂了他 就是骂了他上下了对吧 多骂了一遍 但是呢 我就不怎么想说 但是不怎么想说 还是要稍微说一下 大兄他收了这个 这个人收到大兄的号之后 把那个最强天使物的 天使物最强的工会的人给揍了 天使物最强的工会原先是第一的 但是呢 后面总变成欲销可 就是因为他把他们的第一压着打 那边的第一完全打过他 进去就死 他无法主持正义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就是谁战力高 谁说了算 那你进来都打不过我 你底下的人看到 你自己大佬也打不过人 慢慢的就租门就散了 是这么一回事 熊哥之前也是 他也打过最强玩家 但是已经很久不打了 因为那个已经打散了 他打了一个多月的 已经打散了 所以就很不打了嘛 你可以去看看 那个工会都成什么样子了 都没什么高战 一个高战 就有一个二连几亿的高战 剩下都是不到两亿党 而且他不会没有四处 还盯着别人 每个BOSS去打 我真的是想 一拳 打在他这个上巴上面 你给我看着 他自己是收了七八个号 至少有七八个号 想玩可以啊 等我刷完这个小号经验副本 然后呢 刷完小号经验副本 然后天天 天天帮着这个小号手 对吧 然后还用妄图来打我 他自己要求的 他之前呢 打对面的这个 天使最强 他就是一个一个去揍的 一直一直在 他不是说 他可能没有像我们 做那么专业 每一个BOSS都去 但是他一天 大部分时间都在里面 从而把人打散了 平平就没有活路了 他已经做过这个事了 然后现在我来做 他就说我做的不地道 这个东西 我认为他不能仗着 他自己是这个大松的 这个带完 他就在这 这个东西就有点 那个啥了 这个大松还有这个次数 挺好的 这个有四百五的加成 我们就不需要了 把这个漂亮揍一下 这个人 他可能想要拿一个生命 但是我毕竟能锁得了他 来 先杀个别人 地心 妄图 什么胖胖龙 龙月 把这个胖胖龙给宰了 各位 我们工会的 现在开始锁这个大松 就可以了 不要让他停 让大松拿一个生命 就比较好了 好 现在 哎呀 正在攻击大松 哎 正在攻击大松 大松怎么走了 这好奇怪 这是出来bug了 这里有32个人 妄图拿一个生命 还可以 因为他那个号 三一家里 打个这个不亏 这样的话 他们家就很舒服 你看我们高战 还能拿个生命呢 我太开心了 D站就可以去采集了 这个采集 我们是不会打你的 这个采集虽然奖励有点少 但是完全可以 这个慢慢发育 这个东西 游戏就是时间堆积而成的 你玩个30年50年 东西一定会满的 这个没问题 然后这个三分钟 我们看一下 三分钟有一个死亡 八分钟有个疾病 打一下 然后说之前一区已经区域和平 但如今却搞人人可危 这个东西 为什么区域和平 因为之前我被揍 我也不能做视频 做直播告诉你们 我被揍了 对吧 我天天揍不过人家 我要拉130%的鼓舞 我才能打过他 他不拉鼓舞 我才能打过他 这个东西打了很久 之前那一个月 他都在打我 这个东西 他说区域和平 区域大爷的 他把剩下所有人都揍了 就他们那两个工会的 留着 对吧 这个东西叫做区域和平 那资源就能多 他能帮他们小号打 我就能帮我 这边的小号打 怎么就不行了 对吧 然后我们之前 没有做这个直播 这个就叫做区域和平 我们现在做了直播 就叫做怎么样 就叫做下三段是吧 这个很奇怪 大家都渴望和平 玉小哥也很和平 玉小哥自己之间 肯定很和平 都是一起玩的 对吧 现在之前大兄 已经不去找 这个妄图麻烦了 好 不去找妄图麻烦了 是吧 那把他这个 哎呀 这个女拳一拳一拳 打在他这个脸上 他不疼嘛 你去看看这个大兄 最近找存在感 找到多么的激烈 他前天还发了一个视频 说打架 我打过他 他就是 一直一直做视频 在这嘲讽我 他说这个 这个也不去找图图麻烦 这个不是找麻烦吗 是不是 不是恶心人吗 我就不说 他其他发的一些 乱七八糟恶心的东西了 这个东西我们早上说过了 然后但是 图图却直播嘲讽大兄 大兄气不过就打起来了 我之前 这里要主动说明一下 我之前是 怎么样直播嘲讽大兄了 因为我们天使服最强的人 被揍跑了 他们需要我站出来 我一个人特别忙 我没有很多时间在躲楼上面 我自己去忙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直播的时候 我要给他们 撑一场子 我要说 我要站起来去打一下 这个大兄 这个大兄现在太过分了 我要去打一下他 我就是这么说的 你们也可以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视频 这么说了之后 这些大兄就开始 心思底里的来揍我 那我说实际上说 但是我当时其实没有揍他 因为我自己在忙自己的事情 我就只表个态 为我们其他水友表个态 对吧 因为他揍得太狠了 我要站出来一下 但是呢 他就开始来揍我了 这个来揍我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 我们当时没有直播嘲讽大兄 他就气不过就打起来 没有 他怎么气不过 他就是剑 觉得能够骑在一个 这个大主播头上 拉屎拉尿 爽 对吧 他充了几万 他没充几万 他自己收了一个号 花了多少钱 对吧 然后没花多少钱 然后充钱也充不了多少 现在来复活 他都不拉 对吧 这算个屌 我怎么超风他了 你拿出证据出来 不是你说了就算了 现在大兄去了 天使将领 要和妄图宗门单对单 单对单个屁 玉桥格我就要揍 他现在已经回到这个玉桥格了 玉桥格的人我要揍 他我也要揍 之前我们说好的 因为玉桥格就是他的工会 他们那群人 就是在那两个工会里面的 到处去给我们的人 那我们现在 就不能打回去了吗 对吧 我觉得没这个道理 但是图图一直不放过 玉桥格的玩家 甚至连黑章 地心司徒和我一起 往私里揍 黑章的话 他那个号已经迈出去了 已经不是他的号 这个我问过 为什么揍这个黑章 因为他嘴臭 他嘴臭是 我已经拉到这个黑名单了 嚣张战神 不是嚣张本身 对吧 这个是一个 这些人都是说错话了的 就是嘴巴特别臭的 满嘴喷粪的 我会把他给拉黑 这就不是 单单打大兄的问题了 就很离谱 那他大兄之前 也不是说 就单单打这个 对爱天使服的第一名 对吧 也不是说单单就打我 他连他小号 他都要拿个好的boss 其他人也都要拿这个boss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么打下去 其实对于 玉桥格大部分玩家 没啥很大影响 那没啥很大影响 就行了 他们确实地心什么 四度什么 他们能拿那个空间 能拿别的 我不能打所有的boss 那是嚣张 对吧 那是嚣张 还用F3是嚣张是吧 好的好的 还用F3是嚣张 OK 嚣张是不是在玉桥格 那也做 公平起见 这我就不偏待他 不走人情 不送人情 这个 就揍就揍了 我跟他说 对吧 我现在也没有说 你们不能拿这个boss 你们只要离开这个玉桥格 就可以了 对吧 离开玉桥格就可以了 妄图拿个死神 去 对吧 大兄拿个死神 挺好的 大兄这个次数 留在死神这 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他也不想拿一个 特别高的boss 这个死神 太棒了 你一句话没说 你确实没有说 我是为什么要做这个飘然 是因为他在玉桥格 为什么要做玉桥格 因为玉桥格 我觉得很烦人 就是这么回事 可能是爱物及物 所以我很爱这个大兄 所以我就很爱 打这个玉桥格 是这么回事 然后他们既然已经说 没什么很大影响 什么飘然 司徒 他们到高战 我这即便帮我们的人揍 他只要复活一下 最后很轻松 就可以打这个boss的 确实没什么影响 对吧 所以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那他干嘛怪我 打他们了 对吧 这就很奇怪 没有很大影响 那就不要说话了 对吧 那我们就继续和平发育 对吧 就是河南的河 不是河滨的河 但是对于一区平民玩家 却很难受 那他们就去别的公会 对吧 你们很爱惜这些平民玩家 那你们就不要揍这些平民玩家 你就让他去别的公会 也不用来我的公会 你就让他去别的公会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也别揍他 把这次数都留 把这boss都留给他 我也不揍他 你也不揍他 就可以了呀 你既然喜欢这些平民玩家 你就应该让他离开 你这个玉小阁的公会 否则我就要一直揍 因为我战力是最高的 这个就是我的道理 然后呢 什么就一个人很难守一对boss 特别是练空间什么系 基于为什么都来玉小阁 除去大雄打服他们的原因 还有一些 是人都想在这安家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试一试 因为大雄打他们 打了一个多月 至少打了一个多月 那我们打一个多月 看一看 看一看 他们那边的人会不会过来 对吧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嘛 我们才打了两三天 这算什么嘛 对吧 那个大雄可能还要 这我们先过去 打这个黑暗 为啥要理他们 因为不能只让 水友听到一边的人说话 他说的好多都不对 然后龙月杀一下 这个大雄打我 我可以杀一下 这个龙月的 这个龙月 哎呀 哇 这个大雄 他复活之后立马又锁我 这好奇怪 我打了他两次 这应该是卡了 就是即便是脚本 也不会有那么快速度 然后再生命 然后呢 徒童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为什么高战没有去 找我安家 我们高战有些 很多都被揍跑了 这个他不知道吗 另外 我玩游戏 我玩过那么多游戏啊 老实说 比如说我玩什么 其他任何的游戏啊 我先杀一下这个光仔啊 玩别的游戏 如果刚开始的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你的工会不是第一名 那你就明了 因为一开始 如果你们工会是第一 那后面只要不出大大的问题 你们就是第一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但是现在的话 稍等一下 我先把这些人揍一下 别人知道这些应该不是 玉小格 米粒之光不是是吧 没看到过 不知道 好 等一等 米粒之光我搜一下 米粒 是玉小格的 他一第二几亿战力啊 他能排得上号的 都是至少一个亿战力以上的 他又不在我工会 就做 好 做完 说 再来这个季度 我刚才想说的是 我们之前是玩过什么一个游戏 我们今天玩过很多游戏 无论是魂师对决也好 魂师对决特别明显 我之前魂师对决决冲了12万 但是我是当时的趋一 比第二名多冲了七八万 我没有拿到这个 我的工会不是第一名 为什么 一个是我没有好好的经营 另外是我没有去笼落那些高战 没有进来 一开始开服的第一二三天 如果高战没有进你的工会 那他们去别的工会 别的工会战力比你高 他们就有优势 他们做活动奖励就会更高 所以就会有一个马太效应 强者很强 那就会有更多的高战都投奔他们 就这么一个道理 那我自己为什么 是没有很多高战在这里 消灯在急兵是吧 我这里当时 哎呀这个大兄有这个次数了 可以拿个激度 不错 哎 加180的加成还没有打过我 你是菜神什么 什么样子了呀 真的是 我想说的是我的工会 为什么要有高战进来 因为他们手速不行 我的工会没有任何门槛 我之前工会没有任何门槛要求 谁都可以进我的工会 只要你手速够快就可以 我是为了能够让 笼落更多的玩家 让他们也有一点 一定的游戏体验 所以那些玩家可以进来 那些高战他进不来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大兄先等等 你们谁先锁一下大兄 我们怕把他揍死了 你们先锁一下他 然后我再打 现在打完就棒了 再打一下这个大兄锁起来 好 正在打的这个大兄 好 恭喜大兄 又拿下一个技术之神 他一定是非常地感谢我 3 2 1 nice 打着他怎么推的 是龙月的 好奇怪 就是差了一丝血 他手速够快吧 手速够快 看起来都没死啊 对对 这里其实是 应该是加速器 加速器直接都没有打完 加速器没有打完是吧 不管他 这里有点奇怪 我感觉也是刚好一格血的时候 他切错我 我切错他的时候 他应该是跑不掉的 有个好处就是 打的时候瞬间就可以复活 直接秒复活 OK 没关系 他开加速器也没关系 我们照样揍他 像说我是世界上最帅的人 让我别揍他 也可以 少打他 是这样子 然后呢 所以是有三个原因嘛 第一个是我没有用心经营 第二个 我门槛很低 谁都可以来 第三个 我没有在神界维护大家 都被大兄 把这些人都叫醒完了 顺者昌 逆者亡 顺从他的人都去了 不喜欢他的人都跑了 比如说我们那个Sky大佬 也是一个彩位 已经跑了 对吧 然后这个最爱因因 已经卖号卖给对面的人了 对吧 那都是这样子的 慢慢的 毕竟这游戏已经一百多天了 一百零二天了 所以为什么找我玩家 为什么不找我玩家 他自己没点这个什么树 对吧 就在这喷 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你应该团结一下 一区现有资源 不然到时候拿头打 没什么 我不打了 我就不打 我就打大兄 这就是我玩这游戏的乐趣 我充更多钱 也就是打这个大兄 这是之前咱们之前说过的 你自己却没有做到 而我却做老板之八事 我确实不怎么认识大兄 大兄好像之前加过我的微信 他说要不要打他 但是那个大兄 并不是现在这个大兄 我答应他什么要做到的 这个游戏 我还必须要听他的话去玩吗 我记得之前是 大兄好像做过什么 之前的号主大兄 做过什么事情 我看得不爽 我就去揍了他一两天 就揍了他两天 然后对面就去找老板求情 老板 然后老板和我说了之后 他又加了我 然后他说 你要怎么样吗 你要不要 他说你要不要我 这个欧阳自己说的 你要不要我过来 然后当面让我用拳头教训一下他 对吧 不然我把他这个玩家打跑了 他没有钱赚了 是这么回事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和当时完全不一样了 大兄都不是一个人了 后来又发生那么多事情 我凭什么听你的去做 第二点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 我打人 我没有说是谁的玩家 我没有任何歧视 比如飘然 他其实是我这边的玩家 我这边注册的玩家 我照样揍他 我揍的 就是你说 说的话很恶心 或者说你在 玉小阁和天使降临 就这两个工会 我会去揍 其他的你只要离开就可以了 多余的我不说了 也感谢各位 我能解释的 全都解释到这了 现在解释的太啰嗦了 我都不喜欢现在的这个自己 反正神剑 能打赢打得赢 打不赢就算 无所谓 我呢也不是说 我这个游戏 我现在 每天不六小时 我能赚多少钱 并不能 我把人打跑了 我损失的钱 比我赚的钱还要多 但是事情 为什么会发展到 今天这样子一步田地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 我还要花四千请小哥来 我还要 自己收那么多材料 我还要花那么多时间 在这上面 我自己的时间成本 对吧 我还要请人剪辑 六小时的视频一天 这些都是很大的成本 想想 为什么会出现 今天这个情况 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不是说我为了赚钱 就是这样子